阿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在讲解《幻王经》之后 接着跟大众共同再来学习 占茶经当中的一些药益 它跟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在占茶经里面说到 我们比丘比丘尼 幽婆舌 幽婆怡这四种弟子 第一个来讲有患重罪 忏罪的情形 第二个情形也就是说在《末法》当中 《大经经》里面讲 这个戒戒 受戒的情形 戒戒的情形不是非常的记住了 所以就针对在《末法》的时候戒底的传承 戒戒戒戒当中的高顺利 假使透过拜戒戒戒的清净轮向 可以在和拳知识受菩萨戒 而同时得比丘尼的戒法 所以在戒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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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 说我念末节苦破戒为第一 欧族试炼到在末节末法当中 我走二世里头 这个破戒是第一 也就是说许多最多的情形 因为末法的时候众生烦恼吃剩 再来因为我们现在科技发达 网络的世界是魔的世界 要是说认真想要修行的沾上网络 王位在网络当中 我们不敢想说他不会破戒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要怎么办呢 当然我们要有道心修行 虽然有过时应该要能够没错 这样才能够顺利圣道 才能够再往前的进步 不然的话 那是说这一辈子要鸟身透露事 那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讲了这一生当中的认真透露在修行 以这样的环境来讲 你要成就啊 还必得要下功夫 何况是悠悠患患呢 所以呢 我们今天讲这个沾茶经 有很大的意义 有很大的意义 而这个沾茶参法 也就是呢 魅醉 再来呢 求戒地当中呢 说 必须要去行的 有沾茶行法 那在修这个法当中呢 我们也应该认真呢 去了解这个经文当中的一个核心的道理 好 修任何一个法 你要了解它的道理 才去修才不叫 盲修下念 那乃至呢 错误的解读 这发现了 错了 修任何一个法 都会有问题的 都有问题 所以呢 沾茶经当中呢 我们呢 也应该要好好的 去了解它 当然呢 所有的这个忏法 对魅醉来讲 都有它的功用 有它的功用 沾茶经当中 比较特别的 就是呢 你好好呢 这样去做清净伦相 这个清净伦相当中呢 那么还有一些道理的 在后面呢 我们把它折入出来呢 做成讲义呢 那为了 为了也是要能够辅正 要能够去辅正呢 这个修沾茶颤的人呢 他呢要对于这个 这个忏法当中呢 应该要知道的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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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沾茶颤呢 那我们最初呢 那我们最初呢 就是呢 这个 吴泰山 蒙公老儿上啊 提唱 就开始大家就有拜占茶颤啊 那拜占茶颤呢 从学人这个地方知道的 有一些道友 还有一些知道的 一些法师也好 沙弥也好 或者在家居士也好 很真诚去拜啊 那么得清净伦相的 有好多位 好多位 那一次呢 拜了 也就是奉为 进行做了一个功课啊 去拜 那是经常的 会得清净伦相 那一定有他的一个好处 一个好处 用功修行呢 就是说呢 拜占这一双事情啊 是我们经常要做的 每天的功课 每天的功课 因为修道当中啊 就是要出障 要出障 在占茶经当中讲到 业障重的人啊 他不能够马上修观醒 好 再来 罪业障碍多的 他很容易啊 悔患 很容易悔患的 因为他那个烦恼习气啊 特别重 很容易悔患 所以啊 必须 就是要 先做忏悔 先做忏悔 因此啊 詹茶经当中 他的架构呢 就是呢 前面讲修禅 后面讲官话 讲官话 那也就出障之后 这个障碍啊 遣除了 接着才有资格 去讲修行 好 讲修行 那不然的话呢 就是说呢 我们这些障碍多了 在修道当中 你会特别很多的障碍 再来 就你那个心啊 那一个心呢 有时候很容易啊 有其他的想法出来 很多的七七八八的思维 都是业障中的表现 业障中的表现 我们看经呢 解义 人家就是这么样理解 你就做另外一种的理解 那是什么 那是业障中 业障中 所以你跟这个清静不能相应啊 就是会有过去的那种啊 二业 我们讲等流息 在异业当中所串习的等流息 所以呢 就有不如理的作意 产生 那也是一种业障中的表现 业障中的表现 当我们自己在学习的时候 为什么人家理解的那么好 我都没办法体会呢 丝毫没办法体会啊 好像又是片片断断的 一点一点的 没有办法去连结的 为什么 因为业障中 我们自己有业障 所以啊 对法医啊 没办法摄持 大家听得很好了 结果一转头忘了 那也是业障中的表现 这个在聊完视讯里里头啊 他也有讲 那么有种种的现象啊 我们要去了知自己 确实是有障碍的 乃至于呢 你在霍华当中呢 学习了很多年之后 你虽然也了解一些 但是在一种很耳药 很惊讶的一些道理当中 你好像也没办法去突破 那也是有业障 有恶业的一种概覆 恶业概覆 实力里那一念心呢 那个慧解 那个智慧的光明 没办法显现的 没办法显现 那么无论是学习界法也好 开则指幻的道理 那么吏部当中各部吏的一个笼童也好 或者主师大的个别的讲法 我们怎么样去啊 做一些抉择也好 乃至于啊 经典当中的体会 或论里面 波罗波罗密啊 从很多的角度来讲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抓住啊 当中的 所要讲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 这一些啊 也都关乎于我们呢 过去神 我们的恶业 我们所造作的业啊 他一种概覆 一种概覆 所以啊 基于这样的原因呢 我们呢 每天的一个修缠 都是需要的 都是非常要紧的 非常要紧 当我们的业障消了一分的时候 我们在看经 我们解义的时候 就好像神来之彼一样的 哦 体会非常的多 自己在做笔记的时候 来做的 偷偷是到 这个都是一种 业障消的一种表现 一种表现 所以啊 这个修缠当中呢 我们看主持大德呢 历了很多的缠 佛娃今佛娃三杯缠 梁王宝缠 大杯缠 还有这个参茶叉啊 还有其他的参法 很多的参法 为什么 这一些都是顺着那个实际因缘啊 而安立的 而都是为了出参 而他的行程呢 都是根据啊 经典里面 像参茶参 参茶经的行法里面啊 是根据啊 经文当中的 我们再跪下去啊 再念了文 以天然来讲啊 所谓的 花路 倡悔 欠经 随喜 花样回向 这一些的 那都是根据啊 那个经文 它是有根据的 根据 而这当中呢 我想就是说 这个参法当中呢 对我们一个修道啊 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很要紧 而且参茶经当中蛮特别的 过去啊 有一位这个 出家众呢 他患了众罪 到金色来啊 忏悔 忏悔之后就鼓励他拜参茶参 他拜了一段时间呢 得清净伦相 在欧毅大师的这个解释里面讲啊 拜参茶经的得清净伦相之后呢 前面就要学毅比 学毅沙弥就转变成学毅比丘 也就是说呢 他的过世呢 给魅楚了 魅楚 这叶道罪这一方面呢 能够忽处了 完全忽处 可以恢复啊 比丘的名义 但是呢 因为学毅法 学毅法要成就阿罗汉的时候 才能够舍 舍那个学毅法 学毅法就是有多一些功能 多一些功能 但是呢基本上来讲 他得清净伦相的时候叫做学毅比丘 那也就是呢 可见的这个詹茶经啊 忽处它是非常特别 非常特别 其他的忽处 你得到瑞相等等的 还不能够啊 叫做学毅比丘的 但詹茶经啊 他得清净伦相的时候 他就可以称为叫学毅比丘 这是一个蛮特别的 蛮特别的 蛮特别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会跟大家来说明呢 我们要把这个道理啊 转过来说 要看到啊 你平常的生鬼一三夜 它是一个修道的核心 修道的核心 用功的方法在这个地方 好在这个地方 好那我们呢 就请看着这个 今天话给诸位的这个讲义 讲义 这个讲义当中呢 我们呢 姑且就遮入了一小部分 那么大部分的道理 我们就用说的 好 那因为我们之前呢 讲过一时经界了 好 因为整个一个活法当中的 一个核心所在 就是讲一时经界 讲诸法实相 讲一真法界 好 从这个地方呢 而开出啊 种种的教化 也从这个地方 开出种种的唱会话 好 那它是一个核心 后法当中一个最主要的核心 好 讲到自性清净性 如来战 好 讲到这个道理 那 那战察经呢 是因为啊 见经经菩萨 请问世准 在末世当中 中生的业障众 对世间 出世间的因果法当中呢 它不能够得到决定性 也就是说呢 它修道当中 始终它带着怀疑的心 疑心不除啊 就是罪根啊 就是罪根啊 就是罪根 修道里面 花言经所讲 信为道言功德母 掌养一切诸善法 信才能入门啊 你不相信门都没有 还是在门外喊的 不能说啊 禅宗讲 大疑大悟 小疑小疑 不疑不悟 禅宗那个疑情啊 不是你怀疑那个法 我们不要会错译的 在霍华里面呢 大疑大罪业啊 小疑小罪业 要不疑才能够往前走 要信 信为道言 信为修道的根源 是功德之母 所有的功德 要有信心才能够增长的 所以啊 有信心呢 它辗转的 能够呢 信进恋定位 第一个也是信 白云法 十一个善法 第一个也是信 五根 信根也是第一个 这信呢 是所有的善法当中的最初 由有信才能够辗转的 去增长其他的善根出来 你要对法没有信 那是不可能增长善根的 所以啊 这里讲到啊 说呢 世众弟子 对于世间跟初世间法 因果道理当中呢 不能够得到决定性 那这样呢 那这样呢 你就不能够修习啊 无常苦 无我 不敬 等等的这一些的想心 没办法修习这一些法 你对法没有信心啊 就不可能谈修道 所以为了坚净性 坚固的信心 坚净性菩萨这个名号呢 他是一个表法 是一个表法 坚净性 坚固清净的信心 所以啊 来请问世尊 世尊呢 就说了 在大会当中有一位地藏菩萨 他久很久来 修习很多的功德啊 非常殊胜啊 你就请问他 他会跟你说 这个地藏菩萨呢 来开演这样一个法门 一个法门 那世尊跟应可 就等于佛说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那在这当中呢 上卷的部分呢 讲到要粗畅 你对因果道理有疑没有性 是因为野障 厄业 过去厄业的障碍所产生的 我们必得要粗畅 要粗畅 当然呢 因为我们平常的正念 这一点很要紧 你经常都打妄想 那你就是用妄想心啊 去滋论过去的恶业的种子 让它上来 一切业障也就有妄想身 所有的业障就是希望分别 你希望分别啊 那一些种子啊 就得到了这个滋论了 它就一个一个上来 所以啊正念 平常的正念 它是很要紧的 很要紧 我们呢透过这个正念 正念从哪里呢 你要读诵经典 读诵经典 不是凭空想象 要读诵经典 要看主持大德的论 那这个菩萨的造论呢 主持大德的以路 开始针对啊 经典当中所讲的道理 我们看啊 权威的这个主持大德的解释 这样来讲的话呢 似乎呢 我们从这当中呢 从这当中可以啊 去建立啊这个政治界啊 渐渐的自己加上呢 用功呢 时间一拉长了 对于法的体会啊 就会神 再来看多了 出类旁通的时候呢 那自己啊就有很多呢 对诸法实相呢 思维的角度 契路的角度就多了 要这样的 那在斩茶叉当中呢 前面的部分是拜叉吗 后面讲到呢 下见的部分当中讲 一时经节两种观道啊 那就是讲 这个障碍啊 出去之后 刚好正修行 这个唯行时关 真如时关 就是一一时经界 从信而其修 那修唯行时关 真如时关 全修而合信 都是在开显 那个一时经界的道理 所以啊 这当中过程里面 它就分成了信仁 顺仁 无神法仁 那么所正的位 观行极否 相视极否 婚认极否 究竟极否 有三人四位 那么有所立的这个位置 所立的位置 那么到究竟极否 也就是完全的开显 这个一时经界 看一时经界 这自信经经经如来之障 同样的道理 所以啊 这下见的部分呢 是讲理的 讲理的 前面是处长 但是呢 这个理啊 我们平常呢 也有学习啊 对处啊 实际上的道理啊 也有认知啊 那这个理 这一种的理 我们讲 不妨把它 安利啊 叫做婚别慧 它没有实际断盘脑的 这个功能 所以我们了解 这个道理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理啊 它也是从下见当中 一时经界的道理 它也通透到 上见当中的 拜灿里头 生之一计划 本来极经 无声无媚 这个文里面都有 我问在拜灿茶餐里面呢 前面的花音的文 思维的文 里面都有 这个都是理性 都是诸法实相的道理的 所以啊 这样讲起来呢 是 它是一理而显 而安利的 这个理也是融在四相当中的 那么在四当中呢 你在用功的时候 在思维的时候 这个理性 都从这个地方显现出来 所以拜灿当中呢 不妨 它就分成了 下之心 中之心 上之心 得清清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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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有瑞相 再来呢 它跟法 诸法实相 真的相应的 但烦恼 它有 在拜灿当中 它就记住这样的功能 都用出来 因为理 就在四里面了 在四里面 所以 上见 下见 它可以融合 融合 离 还是有四 它的显现 而四当中 里面就有包含在里头 在里头的 能够这样圆满去看待它 那每一个法 一色 一想 无悔 中道 所以啊 我们不要把说拜灿 只是拜灿 在斩杂经当中的要求啊 夏之心 夏之心 得清清伦相的时候 是什么位置 是明智慧的初心 而这要求非常高啊 明智慧的初心 这个明智慧啊 明智慧我们讲啊 大开眼睫 那这个明智慧的初心呢 他 我们说一下 明智慧的初心 是还没有 还没有得清清伦相 要到后心 到后心 夏之心当中是这样 那后面会讲到的 我们大概第一下 就是我要讲的 先要讲的 就是说 在前面的拜灿当中啊 他的理性啊 是已经融入到里头了 而不单单只是拜灿而已 所以在斩杂经当中呢 他的法 实际上啊 他是蛮高的 而这个法是蛮高的 而呢 智慧十相是我们经常要学习的 不应该说呢 把智慧十相呢 跟那四相上的修禅呢 把它拆开 其实呢 你都要融到四相当中呢 去了这个四才得到的灵魂呢 才真正的活起来了 得到你的灵魂 所以这一点呢 也蛮要紧的 好 接着呢我们看呢 在拜灿当中呢 明智心为因 我们要得清清伦相啊 你要修这个灿法智心 专注的心 这是呢 修习任何一个法的因 这一点很要紧 哦 不单是拜灿啊 拜灿茶灿啊 所有的灿法都一样的 你要不自心啊 你是不可能得清净相的 那是不可能 好 那这个地方 这一处啊 就点出来 说明智心为因 好 我们看这个经文啊 说 科 knowledge 専尤二师 见尽尽佩萨地藏 莫ming祸沙面 所说自心者 差别有几种 何等自心 能或善想 地藏菩萨摩6 我所说自心者内有二种何等为恶 一者初始学习求愿自心 二者设意专精成就勇猛相应自心 得持第二自心者能获善相 那么讲到自心有两种吗 第一种叫初始学习求愿自心 那么这一初开始学习 这个斩杂唱华学习是一时境界 那么求愿当中愿有两种 第一个魅醉 第二求戒地 那看你这一处的时候 不要两个同时都要 你要先求魅醉 接着得清净伦相 进一步求戒地 或者你直接我就是求戒地 这样子 所以它不是两个同时 两个当中你看到哪一个先的 不然你到得清净伦相 你会怀疑到底我是最魅了 还是我得戒地的 还是两个都有 它是一个一个来的 那么初始学习求愿自心 这一种还没有得清净伦相 我们看艺术的解释 初始学习求愿自心 未离闪动 未复藏种 乃名之初心 故未能或清净伦相 这个境界蛮高的 说初始学习求愿自心 这一种情形 就是说他还没有离开闪动 我们在修习解闻当中 他的心会比较浮 跟修行什么他 安住一个所缘 心寂静的情形 是不一样的 解闻当中因为思维 他要动思维的 所以他的心是比较动的 所以未离闪动 所以他的藏种还不能调伏 异常的种子还不能调伏 这是讲明之初心 明之初心虽然开言解 但是还没有起观性 还没有起观性 叫明之初心 明之为开言解 这个讲到开言解 我们讲到明之为开言解 这明之即活的情形 是怎么样呢 在节词当中讲到 假使听闻言顿为妙之法 他就能够了解 一切的三论 但是明之而已 但是以言文字 明言的安利 一切实法界 也但是只有明之而已 都是明言的安利 一一的明字 记空记甲记种 就是当下 就是记空记甲记种 那么一名字当中 一个名字当中 通达一切的名字 都是如此的 一切的名字当中 也通达就是一个名字 记空记甲记种 非一 非一切 因为一跟一切 也就是明言的安利 也都是明言的安利 讲到彻底的话 这个 启示人当中所讲的 真如的境界 是离言所相 离明之相 离心言相 所以说 非一 非一切 因为一跟一切 也就是对立 也就是明言的安利 而一切 而一 因为双则也双造 双则讲空 双造讲甲 空甲不耳 就是中道 就是既空既甲既重 所以这个叫明知即火 明知即火 开言解 但是还没起关心 是属于初心 初心是这样的 这一初 这一初的时候 对于言顿的道理 这些能够通达的 这一种情形 还不能够得清净伦相 接着第二种 色意 专精 成就 勇猛 相应自心 得到这第二种自心 能获善相 就是清净的伦相 接着底下就开出来说 是第二自心 互有下 中 上 三种 自卑 何等为三 一者 一心 所谓 细想 不乱 心 作 寥寥 二者 游蒙心 所谓 专求 不屑 不顾 生命 三者 身心 所谓 以法相应 究竟不退 第一种叫一心 这是属于 第二种自心当中的下品 下品的自心 下自心 细想不乱 就是直 心 作 寥寥 就是观 他在用功当中 细想不乱 所以妄念被他调忽了 而心 作 寥寥 安 住在 所 所谓 拿摩 普光 我 因为 这个 斩查 参里面 前面七佛 接着 五十三佛 百五十三佛 加上 前后文 等等 跟 八十八佛 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 这里讲 细想 不乱 也就是 调忽了妄想 再来 心 寥寥 心 安 住在所谓的境界 寥寥分明 要属于观 前面属于止 这里面就有止观的意义在里头 艺术当中就解释说第二种中下自心者下品的自心就是摄意专经经文当中的摄意专经 他第二种的摄意专经 承知有勇相应之心就是分成有三品 这是第一下品的自心 摄意专经 收摄心意专 专 专于所缘的境界而精进 能得意义专注 能得意界细注 他这样的用功能得到意界的细注 意界当中分成九 九注心 九注心 内注 细注 安注 这三注是属于极出注 九注心当中分成的三注 极出注 出注 还有细注 这前面的内柱 细柱 安柱 这三柱是属于极出柱 极出的安柱 接着静柱 调幅 也称作调顺 极静 最极极静 这四柱属于这个初柱 已经到第七柱了 接着第八柱叫专柱一静 叫细柱 这个地方就是说 他这样设意专精的时候 已经到达了九柱心当中的第八柱 第八柱心叫做细柱 它细柱的情形是怎么样 他的心是绵绵绵绵绵的 他在用功的时候 他稍少作意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都没有忘念的 这个叫细 很维细的 那个心 心形非常维细 而且安住在所缘境当中 叫细柱 第九柱就是等迟就意界定 叫意界定 那第九柱的等迟跟第八柱的专柱一静的 它的差别 第八柱是有咒意的 它安住在所缘 稍少咒意 咒意一下 心就相细的安住在所缘 没有忘念 没有忘念 第九柱它是任硬的 不需要咒意 它任硬 心就安住在所缘 没有忘念 一下四个小时八个小时过去了 是这样 它的差别下 那这个帝王讲到 说他这种用功的情形 可以到达意界的细座底下手 或是出学习品 或是名字或行 故意可的清净轮向 都是名义 它这种情形 或者是观行为的 最初的学习品 入观行为了 也就是说复烦恼 最初的复烦恼 另外呢 或者是明字的后行 前面是明字初行 现在明字后行 初行还没有起观行 这个时候它已经升起观行了 但是还没有到达调伏烦恼 一调伏烦恼的时候 就入观行为 观行为的 所以这有两种 或者是观行为的 最初的随习品 或者是明字的后行 所以也可以得到清净轮向 大多是明义 所谓的明义 也就得清净轮向 没有好向 没有瑞向 这个叫明义 他的利益是不显现的 看不到的 明就是看不到的意思 暗暗的得到这个利益 这种情形我们讲 他的心是那样的寂静 那样的寂静 知会有没有拜过沾沙灿 学的是不晓得 你要有拜过沾沙灿 自己好用心的时候 你会发现 心它是非常的寂静的 它是非常的寂静 在拜沾沙灿当中 当然他要求清净轮向 每天早上起来 擦摔沙灿口之后 前面沾沾沦 tant 这样做去沾这个轮向 山直轮向的 今天沾的 今天早上沾是沾昨天的 沾昨天的 那么从这个第二轮的轮向当中 生活一山夜 你这样来看的时候 你就知道深夜有小黑 小黑的时候你就要去反省 昨天你的深夜一定有过失 一定有过失 我没有发现 你再好好思维 一定有过失 没有过失 轮向不会告诉你 你一定有过失 这个时候呢 那你就会专精的去思维它 哪个地方有毛病了 今天呢 今天我要扶持这个深夜 因为今天的轮向是沾昨天的 深夜有过失 你今天要特别去注意你的深夜 不要有过失产生 这个时候呢 修道当中就是在这里正念 正念 就是正念 你为了这个 那个轮向现出的黑的 你为了要熄灭它 要观察你的深夜的时候 你的心就微细了 你每一个动作 你做什么事情 你会看得很清楚 你的心呢 渐渐就细了 就细了 这个时候就是 败灿当中的直接的利益 就是你的正念 你的正念 而今天的占文像 一页当中 一页 一页是非常回戏的 一页要显出的 轮向黑了 你就要去思维 你昨天动了什么念头 动了什么念头 那你就要好好的 今天呢 你要守护你的念头 守护你的念头 所以啊 由这样呢 在败灿当中呢 你的深夜的检查 口夜的检查 意夜的检查 三夜 深口一三夜啊 你都非常专注的去检查它 看着它 这个时候 修道当中 要紧是这个啊 你要能够看到你的心啊 看到你现在在干嘛 在做什么事情 不是一天到晚 昏昏恶恶过日子啊 不是这样的 所以啊 从败灿茶参当中 你可以体会到 得到的利益 你虽然还没得到清净轮向 但是你已经得利益了 你已经呢 跟以往的修道的情形 已经迥了 有所不同啊 你现在啊 在用功的时候 你都会去观照 你的深口一三夜 观照你深口一三夜啊 那你这样 要得清净轮向 才有希望啊 你放纵啊 什么都不想的 那不行的 永远得不到 不要讲三年 在检查经里面告诉你 最多一千 一千个日子 三年的时间 地上菩萨决定给你 清净轮向的 要护恋你啊 因为你太辛苦了 还难能可贵 能够保持三年 一直拜下去 没有清净轮向啊 还不打退堂果 但是啊 你要一天到晚 混日子 那就没办法了 拜一辈子 也没有轮向可得 所以啊 要从这个地方呢 我们反过来看 反过来看 清净轮向是什么 就是你的深口一三夜啊 还有什么 你的深口一三夜 你真的守护好了 该陷它就陷了 深口一三夜没有守护好 陷不出来 这个时候 我们要求清净轮向 所以啊 就看到你 整个深口一三夜的沼座 这个就是修道 我们守护得很好 这个地方 它就能够让你 其他后面 隐身的修道啊 产生一个 非常随顺的 一个力量上来 从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啊 去反过来 去看到 修道当中 这个是一个核心 我跟人家计较啊 人火世卫啊 什么事情啊 公平不公平 那都没有用的 那要是你一三轮向 可能九个都是黑的 因为深口一三夜都不清净 那个就是流转啊 就是流转 从拜占当中的道理 我们也可以去看到了 修道当中 我们就是要这个 你要很清楚的了解 你深口一三夜 你今天到底你在做什么 你的心来 犹豫在哪一些境界 你的深夜的举动 合不合乎律当中 世尊告诉我们的规矩 你的口业的言语 到底有没有合乎计划 这当中会不会落因果呢 有没有因果 所以从沾纹相当中 也是一种警惕啦 当然我们要得清净的相 非常需要 太渴望了 但是你沾到黑了 对不起 你昨天有恶业 你要先检讨检讨 这个是好事情 从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呢 我们的深夜不清净 我们的口业不清净 你的意义不清净 你是不是要改 要改啊 你不改的话就不用沾了 都是黑的啊 一定都是黑的 所以啊 基本上来讲 从这个沾纹相当中呢 学人想啊 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去提示的 修道当中 我今天假如没有拜餐的时候 我也要很清楚 我的生活一三夜到底在做什么 你的生活一三夜是 游于在哪一些境界当中 到的是三恶道呢 或者是人天道呢 或者恶称道 或者菩萨道 或者是佛道呢 至高无上的佛道呢 你生活一三夜到底游走在哪个地方 你要清楚啊 浙露大师讲嘛 你起一个念头 在四法界当中必定露一个法界的 哪一个法界一露下去 因在那个地方果报 他就逃不掉了 那浙露大师呢 这样开释就叫我们修行人 你呀 四法界当中 尽量就露佛法界 要念知再知在佛法界 最起码菩萨道 要花大便心 菩提心 自立立他的心 我们要这样的 所以啊 这个是讲啊 修行当中 了三托舌成交佛道 你的念头在哪个地方 就是你那个果报的出现的地方 这个是拜灿当中呢 我们呢 从第一个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把它踢出来 讲到啊 你拜灿的核心 你不要想啊 我要干嘛 我要得到 见到什么 见到什么 那个都是错误的 那个啊 都是心往外求 那是有问题的 是有问题 淋向的出现 是由于你的身够 一身夜清静的 不是地上菩萨给你一个淋向 不是 是你三夜清静的 你所显现的 自然感召的 自然感召的 那第二种 二者游蒙心 所谓专求不屑 专注 求倡悔 而不屑待 说天气很热啊 拜满山大安 还是拜啊 还是拜 用功的时候啊 不要说天气很热啊 用不下功了 那要是这个时候呢 你往生了 你怎么办 所以专求不顾生命啊 用功的行刑 乃至不顾生命 大家在拜餐的时候啊 应该啊 要认真拜啊 会有一些啊 自己的感想啊 越上去现行的 不是这里痛 就是那里痛 不然呢 你最重要的地方 膝盖啊 你要拜下去 那个膝盖要肘地嘛 膝盖长个钉子 拜不拜 长钉子你怎么拜 还是拜啊 拜了破了流血了 那好了 好了再生啊 他也还没消完啊 再生 再拜啊 再破了 再流血 再拜啊 还是再生 那你就不怕他 他要修理你 你就要修理他 把他修理完了 他就没事了 那个厌量消了 就没有了 再来 不会了 要不顾生命啊 不要腰伸啊 背痛 就不拜了 我们有一个道友啊 他那个 大腿啊 伸了一个东西啊 怎么办 那个脚没办法弯了 怎么办 一只脚伸出去 伸到旁边去拜啊 不是就不要拜了 伸出去不能拜 要他拜 还是这样拜啊 拜他好了 没事了 越大笑了 所以啊 这些事情都是实际上的 实际上 要不顾生命啊 你要爱惜生命啊 你的业就消不了了 消不了 第二是勇猛心 在艺术当中讲到 宗智心者及时成就勇猛 经文当中的社医专经嘛 接着成就勇猛 这是宗智心 宗品的智心 那这一种情形 西在观行后行 观行为了后行 几乎快要断见后了 要断见后了 他那种浮烦恼的情形啊 那个烦恼根本的不动了 不动了 好像大人在打小孩一样的 这个烦恼被调悟得很顺了 多分了间的周一好像 这宗智心的情形 跟前面的下智心就不一样了 不一样的 他在观行后行的时候呢 他会不但得清净伦相 还有瑞相 瑞相的情形 我们在后一页当中 有引出来 见光 见法 呼来谋定这些的 那三者身心 所谓以法相应 究竟不退了 跟法相应了 跟什么法 跟出法实相的法相应了 究竟不退 不退 断见后 断见后了 这里讲呢 艺术上智心者 上品的智心呢 即是相应智心 就是经文当中的相应智心 讲到相应 虚在相似初心 因为相似为当中呢 它包含了断见后断失后破成杀 所以这个初心 所以这个初心就是呢 属于初初心 它断见后 相似为 在研究当中呢 它是属于失信的 失信当中的初心的 能够敢菩萨现身 说法 顾得究竟不退也 必第三自信 方正不退 这千恶 千恶种 虽获善相 极其修行 全定智慧 另以恶观相应 可以 不然 顾业虽媚 心也还生 亦可俱也 这个地方呢 就是一个 很重要一种观念 它呢 这三种自信 一定要到第三种的自信 上品的自信 它才能够挣得不退 断货了 它不会再去造业了 断货了 那这样呢 前面两种的自信呢 虽然呢 得到善相 得清净伦相呢 但是呢 反而没有断哦 反而没有断 要极其修行 禅定智慧啊 就刚好能够修行 维心事关 正如事关呢 实令呢 跟维心呢 正如两种观法 相应呢 可以啊 不然的话呢 就业啊 虽然没了 但是呢 心业还会再生起的 因为你反而没有断 反而没有断 但是呢 拜过颤呢 修过颤的 得清净伦相的 他的心是比较激净的 他 对于生口一三叶的 那个观照啊 他心是比较细的 比较细的 他愿意啊 修行的话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根基 非常好的根基 我是不是讲得太深了 有人听了听了睡着了 来叫一下 要认真听啊 聪明的人呢 更要认真听才好 这个呢 修道当中呢 非常要紧的 非常要紧 没有断烦恼 都是不保险的 现在啊 最怕的就是说 把斩杂灿啊 拜到千金伦相 认为自己就对了 就可以了 这个呢 我们讲啊 有时候呢 你会发心的 这个用心呢 错的时候 谁来感应你 不一定是地藏菩萨 来感应你啊 可能你的冤心在 就感应你的 所以啊 你的身形 你的身形 就不像刚刚 我们所讲的 从轮向当中呢 去看到你的身口 一三夜的过时 而能够用心 在今天去防护 三夜的过时 就不是这样的情形了 那远离的 就这样呢 一种修道的核心呢 你得千金伦相 你就开始放异 身口一三夜放异 这样呢 都不是正确的 都是一种错误的 所以啊 这个地方讲啊 就是你的环道没有断 你可还会照业的 会照业 就是刚好的千金伦相 是做修道的一个准备 接着赶快 微信师班 深入使班 乃至于你要念佛 你就刚好趁胜追击 赶快念佛 因为你前面呢 透过拜灿的时候 其实你的身口一三夜 它调到 非常的激进了 只要你得清净的 心非常激进 你去念佛 心是特别专注的 特别专注的 你修任了一个法 都一样的 它是一个最殊胜最殊胜的一个根基 但是不要了 反过来认为 得清净伦相 我不得了了 怎么样了 慢心上来的 烦恼就跟着上来 那实际上呢 有时候发心错了 得清净伦相 那个伦相是有问题的 是有问题 后面会讲那个发心 所以这个地方呢 要好好的继续用功的 都清净伦相之后 继续用功 那最后呢 经文讲到 若人修习持参悔法 乃至不得下之心者 细想不乱 心注寥寥 没有 那终不能够获得清净善相的 也就是说呢 修道当中呢 其实我们的讲 子是什么 希望 子希望念教子 观呢 你对所缘见当中 寥寥分明的安住 详细的安住就是观 我们在念佛当中呢 一念相依一念佛 念念相依念佛 你心安住在佛号当中 所有妄用停止的是 属于止 而佛号 粒粒分明 一句的粒粒分明 就是属于观 这古德古来的高僧大德 都是这样解释的 这样解释的 不妨 他也是直观的 也是直观 所以这个地方呢 乃至不得下之心呢 他不能得到清净伦相 你要修道当中 打妄想 见识打妄想 想东想西 那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 所以你要往前进步呢 你一定要调伏你的妄想 逼得你 你想要修行吗 逼得你 你不这样做不行呢 那刚好就顺着这样呢 就往前走 往前走 那这个地方呢 接着进一步呢 坚明余相 坚待说明呢 除了前面呢 得清净伦相 中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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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清净伦相之外 又见到七的好相 经文当中讲到 说如是未来诸众生等能修行畅为者 从先过去 九月以来 与活化中 各曾习善 随其首秀 何等功德 业有 祸薄 种种悲异 事不彼异等的清净时 相亦不同 或有众生得三夜春善时 即更得诸于好相 或有众生得三夜善相时 一日一夜中 互见光明变满其事 或闻苏特意好香气 身意快然 或作善梦 梦见何身来未作证 手摸其头 探言善载 如今清净 我来正如 或梦见菩萨身来未作证 或梦见 或形象 幻光而为作证 这是讲到中至心的时候 他得那个清净 清净伦相之后 还有瑞相 这些好相的 就是说呢 如是未来 诸众生等 能够修行 粘茶 忏法 从先过去 九元以来 在活化当中 个别曾经 修习过善根 我们今生能够学佛 在活化当中 过去生都有栽培善根的 随其所修何等的功德 善业有厚有薄 种种卑异 不一样的 因此之故 彼人败灿的人 他得到了善业清净伦相的时候 他肩带得善后的情形 也有所不同 这是忠品至心的情形 后有众生 得三业存善之子 三业存善的清净伦相的时候 三业的存善 也就是不论 在占第二轮当中 身口一三业 有大红小红 有大黑小黑 就是四面 那个伦就是四面的 有大红小红 有大黑小黑 那么无论是大红 或者是小红 一次三颗 身口一三业一次沾 沾下去 那就只会跳一个出来吗 大红小红都没关系 沾三四就是九颗 这九个都是红的 这个叫清净伦相 叫纯善 叫纯善 三业的纯善 那么吉庚得诸一好相 他得到清净伦相之后 他又得到其他的好相 这是忠品至心的 后有众生得三业 善相的时候 在一日一夜当中 一日一夜当中 他又见到的光明 变满他整个房式当中 这不是梦中 这是你在用功的时候 用功的时候 一日一夜当中 就是你用功的时候 不是做梦 一日一夜当中 见到整个光明变满 你的房式 你用功的地方 或者秀闻到苏特意好的香气 这个香气特别不是我们一般的香气 不是一般我们一南花的香气 或者是夜南的香气 或者是七里香 不是 那是很特别的香 特别的香 身意快然 我闻到这个香气 身心特别的清安 快然就是非常舒畅 很清安的 或者做善梦 梦见佛身 来未做证明 佛就是手摸你的头 赞叹说善宰 你现在清净 我来跟你做证明 或者梦见菩萨身 地藏菩萨身 来未做证明 或者梦见佛的形象 放广 来跟你做证明 证明你都千金伦相 拜参 你所求的 你要求魅罪 或者你要求戒体 都有了 要求戒体 接着你就可以在佛前知知寿 洪一大师洪公 他有写一个知知寿的文 知知寿的文 根据樱若井的 他寿菩萨戒的知知寿的文 知知寿的菩萨戒 他也见在身文的比丘戒 这些能够获得 再来简别 简别的情形 简非就是简别 非就是错误的 错误的一些认知 经文讲到 若人为了三叶善相 但先见闻如此 诸事者则为虚妄 狂惑 诈为 非善相也 这一点蛮要紧要紧的 因为拜占茶颤 他就是要求清净伦相 跟我一般的拜大悲颤等等的颤法 我们是要求见好相 不一样 不一样的 所以假使修颤的人 他还没有得到三叶纯善之相 没有得到清净伦相 但是在先前见或幻光 或者闻到这些很特别的香气 则为虚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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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点就好像修禅的人 后来佛展磨来磨展 他见到佛那是磨镜 我们念佛的人 我们念佛就是要往生极乐世界 你要见到佛等等的 他是好相 见到莲花是好相 但我们不是求这个 要求一心不乱的 求一心不乱 那这个地方就讲 你拜占茶叉要求清净伦相 没有得清净伦相 先见到这些好相 这就不是好相的 所以艺术里面解释说 伦相依法乃地藏大事 微神之所建立 依法而求 皆无虚妙 既为或清净相 或先见光 伦相得其好梦 总属谋士 不可背其狂惑也 这瞻查伦相这一法 瞻伦相这一法 是地藏菩萨他的威神之所建立的 也就由地藏菩萨的威德利亚所加倍的 加倍的 你只要好好依法去做 那一定地藏菩萨会帮帮你 会互相依法 会互联你的 有一些障碍啊 无形当中呢 帮你遣除的 所以要依法而求 要减啊 要依法 要依以教赐之法 而来求愿 绝对不会有希望 错妙的情形 那修道当中最怕 我要得神通 我要知道什么事 我要看到什么 最怕这个 我这样用光之后 我希望有一些超能力 最怕这个 这个呢 就是呢 谋你的冤亲在主 会来靠着你 给你感应 今天谁来拜见你呢 他什么事 你都知道了 那来了 你跟他讲了 那个人也吓到了 哎呦 师父这么厉害哦 不但师父啊 在家里也一样 这么厉害 那就 轰涌而至 就消息一传出去啊 若育不解 大家都来拜见你了 结果这个时候就怎么样呢 就要去地狱报道啦 不是什么好事情啦 一忙隐重忙 乡嵌入火坑啊 也就是修道当中 最怕这个 最怕这个 所以啊 除了知法实相以外 都是谋事 在 摩布的波罗密经里面所讲 除了知法实相以外 其他都是谋事的 都是谋事 你一看的知法实相啊 讲到 心性的道理 自信经济经济 如来之障之外的 都叫做谋事 不是你在看 颠山倒射是谋事啊 其他离开这个以外 都是谋事 所以华文经里面讲啊 往事菩提心 修出善业 是谋业 往事菩提心呢 就是不合乎于大乘的 都还是属于谋业的 所以这个地方讲啊 既为货清净相 而先见光啊 闻想得奇妙 好梦 总属于谋事啊 还高兴得不得了啊 认为自己啊 有感应了 再来啊 就是怎么样了 飞天撞地啊 都可能 挖一个地道啊 比较快啊 实际上说呢 修道当中 我们讲 你的发心啊 一定要非常的正确 发心为了了生 托死 成就佛道 就是这个 第一个要先超越三界 然后才能成就佛道 要超越三界 第一个要超越三二道 三二道都不能超越了 要超越三界 这不是妄想啊 所以啊 戒这一段事情很要紧 持戒的事情非常要紧的 拜颤啊 他要持戒 不是说我放映放重 造了很多业才来拜颤 那个来不及了 来不及 我们现在拜的 是过去我们所造作的 再来往后呢 他不可以啊 你要用两方面去护持他 一个要持戒 一个要赶快忏悔 要去魅 以往所造的业 那现在呢要保认 就是要好好地守着戒法 以这样用清净的身口一三叶 才能够啊 得到禅定 开发不得知会啊 私楼不清净啊 三妹不献钱啊 就是要清净的 这一段事情很要紧的 就是要施罗 施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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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出呢 当时坚信菩萨呢 就请问地藏菩萨说呢 因何开示啊 求向于大乘的人 做俊取大乘的方便 那地藏菩萨就说呢 善人者 假使有众生想要向于大乘的话 应当首先要了知 这一出所行根本之业 这一出所行 你这一出修道所行的 所依止的 所依止的 那个根本业 就是你所依止的是什么 其这一出所行根本业者 所谓依止一时进阶 以修信节 因修信节利啊 增长故啊 数及得了菩萨种性 那么所谓呢 这个根本业 所行的根本 它的一出的业是什么 就是一出一时进阶 而来修习信节 相信理解一切法 是微心所限的 这是第一个 微心事观 微心事观 从微心事观当中了解 所有的境界 都是你动念之后 自证分显现出的相分 都是心所变现的 这是第一个 再来呢 相信理解啊 这生死就是内叛 为什么 生死无性啊 无性 它的极媚啊 就是内叛的境界 所以那就是讲真如死观 讲真如死观 所有的法都不离开真如 好像呢 我们的这个 无量的星球 无量的三额大地啊 草木人数 都一直什么 一直在虚空 都没有离开虚空的 虽然呢 国土都不一样 但是呢 都是一止于西空 虽然呢 众生各式各样 也现出来了 差别的相啊 但是都一止于真如 一止于法身的境界 这是讲啊 真如死观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呢 在修道当中 第一个要认知的 就是 你要一止 一止境界 自信心心如来之障 从心而起修 从这个地方 升起修行 然后呢 所修的 都回备到我们本性 菩萨界就是这样 从佛心发菩提心 是菩萨界 新菩萨道 开显佛性 庄严佛性 重心起修 而全修都合乎有本性的 所以圆教当中呢 修的当下就是无修 为什么 本来都有的 修的当下 只不过是显现 本有的自信 尽进行显现出来 没有再另外得到一个的 这是呢 在下见当中呢 最主要要讲的 一时经界两种官道 然后呢 利 三人 信人 顺人 无生乏人 然后经过世卫 观行卫 相识卫 再来分正位 旧正位 那么根基啊 不够的话 地藏菩萨转过来 起为障元 委屈啊 在斩转 为业障 比较重的人 开出 一个什么方法来修行呢 就好像呢 大师起居论当中呢 前面的部分呢 讲到流转 凡美的情形 讲到圣道 圣道门 到最后面呢 修行信心文当中讲到呢 就是呢 有的人呢 他在认为 在社会世界修行啊 生命太短了 也不容易遇到佛 不容易听到 听闻到佛法 害怕 多三个道 这个时候呢 如来善互其心 开出一个圣义法门 就特别法门 就是念佛 求生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去 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是一样 前面呢 没有办法修行 一直进行两种观道啊 那这个时候呢 地藏博招再开出来 取回障眼 这当中呢 最主要呢 我们看这个表里面啊 我们把这个经文呢 就分成了三段来说 甲一当中呢 讲到限离障眼 甲二求生进度 甲三劫叹 我有这个方法 方便的就是方法 有殊胜的方法 限离障眼当中 分成了三个 以一名藏眼 以二四方便 以三名得离 这一筹名藏眼 在第二的四方便当中 开出了三个方便 称明的方便 观法身的方便 修业离的方便 那这一出呢 我们说明了 那个藏眼的情形 说呢 这是经文 若人虽邪如是信节 而善根业薄未能尽弃 之恶烦恼不得见福 其心一切未斗 三乐道生巴难处 为不常知佛菩萨等 不得供养听受真法 为菩提行难可成就 又如此一步及种种障碍等者 若人虽邪如是信节 虽然根据前面的 这一出讲到 一时经节而修两种观道 但是呢 他的善根业薄 也就在佛法当中所学习的 对一时经节两种观道 这一种的话 善根呢 比较浅薄一点 而不能够进去 就不能进去 那诸位的环绕不能够渐渐调谷 不能渐渐调 那他有三方面的 第一个 害怕多三乐道 生在霸难之处 害怕不能异道霍菩萨 不能供养听受真法 就是修福修慧 害怕菩提行 觉得菩提道难可成就 有这三方面的问题 那艺术当中就说呢 虽学如是信节 什么意思呢 为一意识境界而学信节 修两种观道的情形 那么一集 名字初心人也 你看这个地方呢 欧主把这个境界提得很高的 也就是说呢 名字为初心的人 还没升起观形的 他对于这个意识境界知道了 但是呢 进一步要修两种观道 他呢 这一种的善根比较浅 没办法进去 所以底下解释说 静心洗浅 够善根业薄 染心 洗后 够烦恼不服 他的进化心洗啊 比较浅薄 所以对于意识境界的观形啊 善根之业啊 他就呢 薄落了 而过去啊 染化的心洗啊 比较厚重 所以啊 道理是了解了 是知道了 而烦恼不能调伏 我们现在有很多是这样的毛病的 什么都知道 但是面对禁忌的时候 他就没责了 不能调伏 因为善根薄 而烦恼或者多疑多藏 并不能急修 唯心事观啊 稀为别事 善巧方便也 现在为呢 观形善根浅薄 而烦恼厚重的人 内心当中 多疑多藏 并不能 没办法急修 就马上去修 这个唯心事观 必须要另外来指示呢 善巧的方便 就是方法 善巧的方法 那这个方法 我们就留着下一堂课再说啦 因为这里面呢 称名是观法生修业礼 我想啊 这个是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 这我们也要了解 我们今天呢 时间到先讲到这个地方 将下文章 会来日 回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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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